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见日谈 我是艾楚怡 中国海警局表示 菲律宾两艘海警船19号凌晨 企图闯入仙滨胶海域 并冲撞中方海警船 冲撞失败后 菲律宾海警船又企图闯入仁爱胶海域 菲律宾凌晨闯仙滨胶 仁爱胶适合企图 不久前 中非就缓和仁爱胶局势 达成临时性安排 菲律宾不出所料又出尔反尔 菲律宾妄图升级南海局势 中方如何妥善处理应对 另外 泰国刑事法庭19号开庭审理 他信涉嫌冒犯君主罪 他信会被判罪成吗 他会再次入狱吗 此前一天 他信的女儿佩通坦 获得泰国国王批准 出任泰国总理 外界十分关注 女儿出任泰国总理之后 他信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会在幕后实际掌权吗 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邀请到 中国社科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许立平先生做分析和点评 先来通过前段片 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表示 菲律宾两艘海警船 19日未经中国政府允许 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 鲜冰礁临近海域 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只采取管控措施 凌晨三十二十四分 飞方一艘海警船 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 以不专业危险方式 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 导致发生擦碰 责任完全在飞方 到六十许 非海警船不顾中方反复警告 航路管制 再次非法冲闯仁爱礁附近海域 中国海警对非肇事船只 依法依规采取管控措施 发言人指出 中国对包括先兵礁在内的南沙群岛 及其附近海域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飞方一再挑衅滋事 违反中飞双方 关于仁爱礁非法坐摊船只 生活物资补给临时性安排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敦促飞方 立即停止侵权挑衅 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由飞方承担 菲律宾两艘海警船 在凌晨时分 试图闯入先兵礁附近的海域 并且是故意冲撞中方的海警船 在冲撞失败之后 又试图强闯仁爱礁附近的海域 那菲律宾这次的行动 您留意到哪些细节呢 震度里刚才说了 它的两艘海警船 发生的时间很有意思 是在凌晨 而不是白天 通常那个点 大概是凌晨三点多钟的时候 一般就是军事 特别军事行动的时候 一般采取那样的一个时间 所以它的时间选择点 是意味非常深长的 也就是说 它是经过精心的策划的 我想这是一个观察点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既然在这个时间点 那么它肯定有一个 不可告人的目的 那么他们这个两艘海警船 那么肯定船上或者说 装载一些可能说一些 补给的物质 或者一些建筑的材料 这都是有可能的 或者说装载的一些 换房的人员 这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要不然的话 你为什么这个时间点 来让这个两艘海警船 去冲撞咸冰礁呢 那么第三个观察点呢 就是说这两艘海警船呢 它并不是菲律宾自身建造的 它是日本赠送给它 十艘海警船的其中的两支 也就是说实际上在中非 这个在海上对峙 或者中非的这些南海的冲突 背后 实际上日本的因素 其他域外打过的因素 在这里面扮演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们看到菲律宾海警船 在非法闯入仙兵礁期间 中方是监测到有无人机 从菲律宾的海警船上起飞 对中方进行间谍征兆 菲律宾此举是什么样的意图呢 实际上菲律宾的这个行为 实际上跟它在南海的 整个的一个行为是相一致 我把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 挑衅闹事的行为 把它叫做高音喇叭的 这种挑衅行为 也就是说 它通过这种拍照 进行所谓的这种取证 然后通过这所谓的取证之后 来向媒体来进行播放 实际上来制造 菲律宾的这种受害者的这种角色 以此来博取国际社会 对它的同情 我想它这种行为 是跟它整个的这种行为设计 是高度的具有一致性的 我们还关注到 菲律宾一艘9701舰 已经在仙宾礁的戏湖内 非法滞留了四个多月的时间 而且知情人士透露 这个菲律宾方面是计划 再派一艘大型的潜艇 再次进入仙宾礁 同这个9701舰实现一个连排的毛泊 您觉得菲律宾方面 是打算再次上演坐摊的戏码吗 我觉得你这个判断 是比较准确的 因为它已经有一艘大型的海警船 在那里坐摊了 但是这种大型的海警船可能在那坐摊还不稳定 那不能够足以地掌控在当地的那么一个局势 可能它需要另外一束来形成一个 在当地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 对仙宾礁的一个掌控的一个局势 那么形成这个局势以后 它可能变成第二次的这种仁埃礁式的 这种坐摊的这种行为 实际上是菲律宾在上演一个渐进式的 对南海岛礁和海域的这么一个侵权的行为 实际上它做了最后的这么做的一个目的 实际上想把这个仙宾礁再打造成为 可能对仁海礁进行这种建筑物资的补给的一个中转站 也就是说它直接同仁海礁进行补给 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那么未来它可能把这个仙宾礁作为一个中转站 那为仁海礁的这种建筑物质的补给 来提供一个坚强的一个物质的一个基础 另外我们看到美非二加二会议之前是在马尼拉举行 就在美非二加二会议之前 中非就管控仁海礁的局势是达成了一个临时性的安排 而且在东盟会议期间 中非之间的外长也就南海问题进行了一个磋商 那为什么在美非二加二会议之后 菲律宾又开始在南海问题进行挑衅呢 实际上南海问题中非之间 我们是建立了非常完备的机制化的合作 我们也有热线的 我们也有部障机的 是吧 我们有这种首脑办公室的这种热线 实际上我们这种机制化的 这种合作还是非常之多的 但是因为有局外的这些大国的这种挑衅 这些干预 使现在中非之间在南海问题上越来越复杂化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的因素 因为前一段我们中非之间就 仁爱教的补给达成了临时的协议 实际上王毅外长在之间也跟菲律宾的外长 在这个方面进行了沟通 就是说在这个方面 希望菲律宾要信守承诺 不要违反承诺 那么这样的话 不要使南海问题进一步的复杂化 那么我们知道7月底 那么美菲刚才你提到 进行二加二的 也就是外长和防长这么一个对话会议 那么这个对话会议 那么它一个核心内容有什么基点 第一个就布林肯国务卿 公开地在这个二加二的会议上 这个记者招待会上明确地说了 就是说美菲的共同防御条约 是适用于南海的 也就是说在太平洋的所有的地区 菲律宾的武装部队 和另外一个武装部队 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 美国是有义务来进行协访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 这个菲律宾在南海挑事壮胆 我觉得这是发出了一个 非常明确的不祥的一个信号 第二个就是在这次二加二的会议上 美国承诺要推动 在菲律宾的女送经纪走廊的一个建设 因为我们知道女送经纪走廊 那么有五个重要的一个项目 特别是要推动这种货运铁路 还有港口的现代化的升级等等一些 那么美国承诺要给菲律宾 在这个方面要提供一些经济上的一些资源 所以这两点我觉得 在二加二的这个会谈中 给菲律宾一个是安全上的一个承诺 另外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诱人 使这一次在菲律宾在八月份的 中非的海警对峙中 某种参数发出了一个非常挑衅性的一个信号 菲律宾目前在南海挑衅的力度是越来越大 在黄岩岛 仙兵礁 后腾礁 铁线礁 等等多个点来进行挑衅 并且除了菲律宾的海警参与之外 我们还看到还有菲律宾的空军 为什么菲律宾要升级地区的局势呢 实际上菲律宾升级地区局势 我觉得有这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个就是政治上的政权 因为菲律宾升级这些局势 它打的旗号 就是要践行2016年的南海所谓的仲裁案 要把这个仲裁案要把它给实体化 或者说把它给变成具体的一个行动 来维护所谓菲律宾非法主张的 岛礁和相关的海洋的权益 那么这个方面在菲律宾 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民意的支持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点 因为我们知道菲律宾 明年将去行中期选举 那么它通过这种 刺激这种南海的这种紧张的局势 来挑动民意 来争取这些民意 对它的这种政治上的这种支持 我觉得这是它第一个方面的这种考虑 第二个方面的考虑 我觉得它最主要还是要通过这种 抬高这种南海的这种局势 从美国 日本 其他盟国方面拿出一些好处 那么这些好处最近 一一地开始来兑现了 比如说美国前一段承诺 要给菲律宾提供5亿美元的 这种军事的援助 那么这种军事的援助 很可能大部分是用在美国 这个菲律宾要承诺开放给美国的 九个军事基地 所以这些方面资金 美国已经承诺要准备到位 所以它获得了一些好处 另外在经济上面 刚才说了 女送经济走廊 美国和日本 只让给它画了一个大饼 那么这个大饼 现在慢慢慢慢 让它尝到的一些甜头 所以它通过这个 来希望美日等等一些盟国 来给它安全上 经济上的一个好处 那么第三一点 我想它通过推高这种局势 在未来的南海行为准则方面 来获得一些主动权 因为我们知道 南海行为准则 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关键点 就是说在哪些海域 是正义海域 那么来各方来进行一个管控 那么它在仙兵礁 其相关海域 某种程度来说 它想掌握主动权 掌握这种失控权 来未来在南海行为准则方面 来掌握它自己的一个主动权 我想它抬高南海的局势 无非是这三方面的一个考虑 菲律宾不断地在南海挑衅声势 对于中国和东盟国家 正在进行的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 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像您刚刚说到的 它怎么抬高自己的主动权 我想毫无疑问 是个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 应该说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因为南海行为准则 谈判不仅涉及到菲律宾 还涉及到越南 文南 马来西亚 中国等相关的地方 所以菲律宾主动地去拉拢局外大国来搅局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些国家里面 菲律宾的实力是比较弱的 并且在南海的行为准则 而在南海的相关的岛礁主权 这些里面 主张里面菲律宾的法理依据 本质意义上说它是最弱的 所以它通过这种不断的搅局 进行实控 进行这种 怎么说当前的最主要的一个掌控 来获得它在这个地区的这种话语权 我想这是菲律宾这一次的主要的一个目的 那么这样做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会损害 南海周边国家的一些政治互信 对南海行为的准则的这种谈判的周期 会进一步的延迟 那么使南海行为 未来行为准则达成这种共识的这种希望 变得越来越渺望 所以说菲律宾在这个方面 实际上是做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示范 好 谢谢许先生点评分析 下节新闻节日谈继续带您关注 泰国法院开庭审理 他信冒犯君主罪 他信会再次入狱吗 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一会见 新闻节日谈 欢迎您回来 泰国前总理他信 19号现身曼谷刑事法院 就其所设冒犯君主案出庭应讯 当天庭审结束后 他信走出法院面带微笑 但没有回答记者提问 现年75岁的他信 被指于2015年在韩国接受媒体采访时 攻击泰国君主制 构成冒犯君主罪 此外 他还被指违反 泰国计算机犯罪法 他信今年6月曾否认所有指控 并获准以50万泰铢保释 但不得离开泰国 他信日前曾向法院申请 前往阿联酋治病 但遭到拒绝 去年8月 他信结束15年海外流亡返回泰国 抵达当天急遭逮捕 泰国最高法院之后以贪腐罪 判处他信8年监禁 后今泰国国王两次特赦 他于上周刑满出狱 另外 他信的女儿 为泰党党首佩通坦 18号获泰王正式任命 出任新一任总理 现年37岁的佩通坦 是他信的小女儿 她成为泰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总理 也是最年轻的总理 他信到场参加了女儿的就职典礼 就职仪式结束后 佩通坦发表了施政演说 他表示会在施政上寻求父亲他信的意见 同时表示 期待泰国能与中国有更多的合作 去年他信回国之后被判入狱一年 17号是刚刚被特赦提前释放了 这次又被起诉 您觉得他会再次入狱吗 我想他信再次入狱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他信这一次涉及到 是涉及到刑法的112条 也就是说冒犯君主罪 那么这一条应该说是 泰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法律的条文 但是起诉他信 因为刑事犯罪法 通过刑事案来起诉的话 它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因为它需要很多的证据 因为刑事犯罪 它涉及到嫌疑人的这种人身自由 等等一些方方面 它需要很多的一些案件的这些要素 所以起诉的法庭 它需要寻找这些相关的要素 因为它的缘由就是他信曾经在接受首尔媒体的采访的时候 谈到了说泰国的疏命院 车中了所谓的军事政变 有冒犯君主之嫌 所以这个过程我个人认为至少是持续半年以上 那么甚至可能一年还是更长的一个时间 那么正是因为这条法律是非常重要 所以它这个证据应该说某些方面的找也并不是很难的 但是也需要经过一个法律的过程 那么按照以前的这种案例的判决 我个人认为它入狱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但是入狱以后是不是还会上演一个国王对它赦免 我觉得这还是值得观察 刚刚新闻短片当中也提到了他信的小女儿佩通坦 在18号是被泰国的国王正式任命为新一任泰国的总理 前任的总理赛塔14号是刚刚被解职 赛塔是他信的好朋友也是他的支持者 赛塔被解职背后的原因您怎么来看 赛塔背后被解职我觉得还是与他信有关 因为他的导火索就是因为赛塔任命了他信的前法律顾问 作为总理府的部长 所以引起了泰国极端保守派的极力的反对 所以这些极端的保守派应该说是极力的反对 他信跟他信四不两地 但是我们看到了他信自从回国以后非常的活跃 并且某种程度来说他信对赛塔政府的这种干预 某些方面超出了极端保守派他们所忍耐的程度 所以他们通过这个案件通过司法的判决而赛塔下台 某种程度来说就是要给他信干政一个严厉的警告 所以这就是体现了支持他信的力量和反他信的力量 一个兼具的博弈 但是在保守不好占据司法体系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 毫无疑问 那么赛塔就被判决下台了 实际上是对他信本人的一个巨大的打击 佩通坦也成为了泰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总理 同时也是最年轻的总理 您觉得为什么他会成为泰国信任的总理呢 因为我们知道他信有三个孩子 一个是儿子还有一个佩通坦的姐姐 那么他的儿子呢实际上他也讹了一身官司 能力呢也表示表现平平 所以他想当选为总理的候选人是比较困难的 那么他的姐姐呢实际上是从事商业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泰国从事商业 你可能有很多的被人抓住的把柄 所以也不适合从政 而佩通坦呢实际上是他信家族 应该说精心打造了这么一个政治人物 因为我们看到他的大学期间 是在中南农工大学 应该说泰国最好的大学 是学习了政治学和人类学 所以并且呢他呢 又在国外又学了这些商业的这个硕士学位 并且回来呢也经营相关的 他们加做了一些生意 所以他整个人来说的履历还是比较完整 另外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佩通坦的丈夫 是很有意思的人物 佩通坦的丈夫是泰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 而这个飞行员呢又是有泰国王室的血统 也就是说在政治上是具有这种可靠性 所以这也就是在佩通坦个人的这个亲和力比较强 另外呢你看他这次当选他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知道魏台党所在的支持联盟 一共有11个政党 那么这11个政党在议会里面的议员呢 那么投票选举总理是非常重要 并且他跟这些议员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还有更重要一点的 佩通坦之所以能够当选新一任总理 就是因为他年轻 今年只30多岁 以实际上我们从去年的选举来看 泰国很重要的矛盾就是代际矛盾 就是年轻人和老一代的年轻人 有这种代际的这种冲突 这也就是为什么软禁党 前软禁党被解散软禁党 为什么成为大选中的第一大政党 也就是说他契合了年轻人的这种需求 年轻人的很多的愿望需求 以老一代的政治家没有足够的呼应 而像佩通坦这样的年轻的政治家 实际上是能够大量的吸引这些年轻的选民 所以这也就是佩通坦之所以当为总理的 我觉得背后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也就是说现在泰国的这种代际的矛盾 是非常的突出的 面前这种矛盾有可能会超越传统的这种红黄之争 佩通坦出任总理之后 对于他信家族在泰国政坛的影响力来说 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现在对于他信集团来说 佩通坦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一张牌的 那么可以说对于新纳瓦加兽来说 我觉得还是具有很大的一个挑战 但是我个人认为可能对他来说 现在是抓住一个巨大机遇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毕竟现在掌权 那么他可以利用他的总理的身份 来大大扣服的来进行改革 来推出一些新选民的这些因素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拯救新纳瓦加兽 不然的话如果说他这一次玩砸了 可以说对新纳瓦加兽是毁灭性的一个打击 我刚才说他心有三个孩子 那么他就是唯一的能够担持众人这个一个孩子 那么其他人某种程度来说都被一些保守力量都搞下台 所以我觉得佩童坦的这种这个时候上台 对新纳瓦加兽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关键是他能否能够抓住这种历史性的这个时刻 我觉得这就体现了被这就是考验了 佩童坦个人的这种政治智慧的时候了 佩童坦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之后施政会寻求他父亲的意见 那您觉得在佩童坦接下来的执政过程当中 他心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他会是幕后实际的掌权者吗 实际上佩童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公开的一个表态 也就是说他父亲不会在内阁中担任任何的职位 但是呢某种程度来说 我觉得他心里在政府的顾问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毕竟被动他还年轻 没有执政的任何的经验 虽然他担任魏太党的党首还不到一年 但是这个时间呢还是非常的短暂 因为毕竟当一个国家的总理 行政首老是非常不容易的 遇到方方面面的这种挑战 我最近跟一些泰国朋友聊 他们为这个国家非常的惋惜 他说一个国家给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掌握了 这个太可悲了 所以都是一些政治家在背后玩弄全数 把整个国家给出卖 这就体现了一些老百姓呢 对被动坦的执政呢不太放心 因为毕竟他非常的年轻 所以在这点来说呢 我个人认为可能他心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 会给被动坦一些助力 毕竟他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具有经验的脑牌的政治家 在他心担任泰国总理期间 采取了许多加强同中国经济联系的一些举措 沛通坦执政中泰关系如何发展 沛通坦已经公开的表示过了 就会和中国开展更多的这种合作 因为中泰一家亲嘛 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 特别是现在一带一路跟泰国的相关的战略进行对接 我们知道现在中老铁路开通了 那么在互联互通的领域 那么中泰铁路也在进一步的推进 并且老铁和泰国的这种铁路前一段也进行了联通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在互联互通的领域方面 未来可能中泰要进一步的着力来推动这个方面的发展 因为一旦互联互通成功的推进以后 对泰国的货物的出口到中国 来自泰国的货物出口到其他国家 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另外一个我觉得中泰之间 在一些新能源领域有巨大的合作的空间 去年我也访问了泰国 今年也访问了泰国 所以两次访问泰国 我个人感觉印象比较深刻的 现在很多的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进军泰国 因为我们知道泰国是日本丰田汽车的一个 在东南亚的生产基地 特别是油车的生产基地 而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在泰国 进军泰国这个市场 应该说得到了泰国民众广幻的欢迎 并且泰国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政策 来吸引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在泰国进行布局 我们知道中国的比亚迪亚 还有等等一些新能源汽车 都在泰国设立了工厂 并且做得据我了解还是做得不错 我想泰国不仅仅是新能源汽车 在泰国的一个布局 它可以面向整个东盟 和未来全球的海外市场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蛋糕 未来中泰之间在这个方面 可以开展更多的一些合作 其他的一些领域 比如关于农业 关于这种其他的 比如说数字经济等等方面 我觉得中泰之间 也有很多的合作空间 还有旅游方面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人非常喜欢去泰国旅游 特别是赛塔政府推行了 这种中泰的 互免签证的这个政策 具有非常好的这种地区的示范效应 我想未来一定要把这种 互免签证的这种红利 进一步的来进行放大 再次进入上 我觉得中泰之间 在这种制度性的相互开放方面 还可以进一步的来着力 我觉得贝东坦 虽然是个年轻人 缺乏经验 老百姓对他可能有一些犹豫 但是我更认为 他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 女性的政治家 所以我对贝东坦的未来的执政 还是抱着谨慎的乐观的 这么一个态度 对中泰关系未来的发展 我觉得还是抱着乐观的一个态度 非常感谢许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近日谈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